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各位大放生 今天上午我们还去 我们巴都巴夏 有一个屠宰场 因为那边他们没办法 为了生活 杀蛇 杀乌龟 杀毕业 还有杀四角蛇 我们特别去那边超度 做阴供 一个食物 一个药 那为什么要特别做药 因为他们被杀的过程一定很痛苦 留了很多皮在那边 因为蛇的皮很漂亮 这也就是他被杀的阴 就像大象有象牙 这就是他被杀的阴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人的优点 或者众生的优点 反而成为他的痛苦缺点 所以 因为人类要他的皮 来做皮包 来做装饰 有些男人要拿他的胆 来补羊 壮羊 所以他就要被杀 当然 所以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用 没骨气 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 因为修行就是要把这个 我彻底的消除掉 你把这个我 彻底的消除掉 那你的佛性就跑出来了 那你的佛性有了 你就可以真实利益众生 但是如果你还有一个我 在保护自己 那你的佛性就 力量就展现不出来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我们展现佛性要干嘛 那就是要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虽然很多众生 误会你 伤害你 但是你要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我给它净化掉 所以释迦牟尼佛累世 被割眼睛 被割头 被挽肉 被伤害 他都觉得 这是我修行的助言道 可以为对方而牺牲 可以为法而牺牲 多高兴啊 所以 因为活在这个世间 只有一个目的 捏下来 摧毁自我 或许各位这样听不习惯 人就是要满足自我 我要快乐 我要吃 我要穿 我要谈恋爱 我要出名 但是佛陀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 这个我我我我这样啊 所以如何把这个我消灭掉 这佛教叫 无我 不过 无我空性的 禅的思想 这也是每个阿鲁汉的目的 因为阿鲁汉知道轮回好苦啊 老实说 做一个最难的比喻 给各位听 现在有人拿棒子把你打死 打成肉酱 然后你从今以后就不用来轮回了 快不快乐 把你打成肉酱 然后你从今以后就生生世世不用轮回了 停止痛苦了 哇 这还打得真好呢 所以你要有这个想法 我们就是要来把这个我消化掉的 好吧 进一步我们才可以帮助众生 那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 那你不能去伤害众生 因为你去伤害众生就是一个我啊 然后你就会更痛苦 你伤害一只马 你要五百次坐马被杀呢 五百次坐马被杀呢 你被蚊子叮 把蚊子打死 那你要五百次坐蚊子被打死呢 所以佛陀给我们讲的 哇 太重要了 所以各位你要改变个思想看 改变个思想看 不然的话我们打死那个蚊子 五百次被 你还要来轮回五百次被蚊子被杀 所以各位你要想说 你现在修行已经百分之九十九成功了 剩下一分 就剩下那只蚊子 这样就好了 你现在修行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了 别人骂你王八蛋 你差不多忍五分钟 OK了 就百分之一百了 结果你受不了 受不了 然后我就要顶他一句话 哇 那你又回到零了 要开始了 所以就要念一下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灵 之前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啊 就不见了 那你要从 本来从一楼爬到两百楼爬得半死 终于为了一句话 你要从地下室开始爬 哇 你想清楚啊 所以各位我想 那为了要修行 为了要个人解脱也好 为了真实要有能力帮助众生 我们绝对不要凸显这个我 甚至去伤害到别人 然后看到别人在杀身 像我今天去 我看到那位老板 我看他不行了 不行了 身体也不好了 欠很多钱了 因为呢 我也跟他讲 我说你做这个杀业不好 比如说这个杀业啊 兵败如山倒 家里会吵架 身体会不好 钱会败光光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们在台湾三四四个护身员 大部分都这样来了 人家已经病倒了 中风了 不知道怎么办啊 所以我们就租下来 他就顺便帮我们养猪啊 那个老板现在养猪啊 老板中风了 帮忙养鸡啊 因为怎么来怎么去的 这种钱不能赚啊 伤害众生而赚到自己钱 这个钱不能赚啊 所以我想各位大家生存都要赚钱 但是可以赚钱 但是不能一点点去伤害到其他生命 或破坏到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动机一定要抓得很清楚 因为很痛苦 不要痛苦 因为你只要伤害到众生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看到别人在痛苦的时候啊 我们心里会很难过 实在很痛苦 那现在我们为了所有痛苦的众生 我们不但不决心不伤害他 我们还要 来 念一下来 救护所有众生 念一下 普度众生 好不好 所以修行只有这两个重点 第一个 决心不伤害众生 第二个 决心救护所有众生 就这两个重点 决心不伤害众生 叫解脱道 那你就会脱离轮回 决心要救护所有众生 那叫成佛的菩萨道 那修行就这两道 解脱道或是菩萨道 他们说小秤或大秤 就像我当初结婚 我有结过婚啊 那结婚的时候 因为过去我太太 又漂亮 我家里又有钱 然后他们要我结婚 那我既然要结婚啊 我就跟我过去的太太说 既然你决定要跟我结婚 我告诉你 哪一天 如果你去外面跟哪一个男人睡觉 或怎么样 我都不会怪你 他反而生气 因为我决定跟你结婚啊 我就绝对永远 不会抱怨你 这是我的决定 他认为这样我不爱他 我也讲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我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快乐啊 如果我给你结婚了 你又漂亮又有钱 很多男人在追你 然后我每天嫉妒的钥匙 我就拍名啊 所以我这样做是保护我自己啊 我已经决心这么做了 所以我想各位就是如此了 你不要痛苦 那你就决心打死也 不去伤害众生 就是这样 虽然这个东西很没有道理 但是我也永远不会报复啊 不会批评 好不好 好就超度了 一直得到九圈七祖亲超生 但是自己超度还不够 超度众生好不好啊 为什么要超度众生 因为 念一下 所有众生 都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对我们有无量的恩 各位永远具足这句话 这是大乘佛教的正知见 你要把它认为说百分之一百 你不能拿出任何理由 爸爸妈妈怎么骂你 怎么打你 无来头的 那都是我爸爸妈妈 因为我感恩他嘛 他等一下就好了 他等一下弃完就好了 这是你要决定 你不能拿出一个理由说 为什么你要打 为什么你要骂我 所以我要 那这个叫 我们回家叫概念式思维 意思是说 没有按照你的自信空性 而是按照你的分别概念式 贪嗔痴 那你就造业了 事实上那是让我们 消业障最好的方法 破我值最好的方法 修慈悲最好的方法 因为我想大家一定很喜欢 来 你想大做功德 我们喜欢做功德 佛陀说什么功德最大 忍入了功德 超过一布施一百亿美金 超过一词 维系借词的很圆满 忍一分钟 什么事情都过去了 所以各位我想 那有机会让你去忍入 你还要谢谢对方 那赚了多少功德 那有这个功德 你才可以帮助众生 才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 学佛 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 你就学佛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佛教我们 绝对不伤害众生 佛教我们 绝对忍入众生 佛教我们 绝对慈悲众生 对一切 所以各位 地上的蚂蚁 有没有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有没有 有 不要踩它 那一只鸡 那一只猪 有没有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 大声一点 有没有 就不要吃它 有 有点 好吃 我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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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妈妈 所以你要把这个思想 灌在脑袋里面 真的是我们爸爸妈妈 一点都不假 就算你不认为他爸爸妈妈 他会痛啊 他被一红台很痛很痛 老火很痛 真的很痛 你先不要管他也没有轮回 他真的很痛 没有一只猪说 来来给我抬 很快乐 我肉给你吃 我很快乐 没有的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吃他 所以各位你已经知道了 而且是 他是老爸 他是老母 百分之一百 刚才丢的东西 你的背部 你一定要这样决定 不是肉好不好吃 是你要救你自己 知道吧 哪有人去杀爸爸妈妈的 哪有人去杀 吃自己父母的肉的 这个就是你心里的戒律 叫慈悲 叫孝顺 叫报恩 我们学佛的心态 决定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你有一个好的心态 你自然有好的福报 所以来 各位把这本本子拿出来 那我们要为 所有的爸爸妈妈众生 为他们做大供养 这个时候你不要问我说 那师父我做这个供养 我自己得到什么功德啊 那你又自私了 我们做这个供养 真的有功德哦 但是这个功德呢 要布施给更多的众生 就像你孝顺妈妈 妈妈如果你替她 供养一个苹果 她肚子痛会好 你一定会替她供养 对不对 因为我供养苹果 妈妈就不肚子痛 我今天如果供养一朵花 很多人感冒会好 那我一千朵花我都要供养 这个叫保护所有众生 当然你会得到所有的福报 你不用求 因为你想的是爱护所有众生 愿三宝慈悲降临 愿佛菩萨降临 愿祭公师父降临 我们这边祭典庙 祭典庙的祖法 就是道祭和尚 道祭和尚 那后来因为他故意装疯卖耍 去度众生 所以人家叫他典 叫祭典祭典 那用这种装疯卖耍 来接近众生很慈悲 所以那个一定要正的圆满的空性悲心 才有办法这么做 他吃肉 你不要学他吃肉 祭典和尚说 学我下地狱 对他来讲是酒肉穿肠过 他根本没有吃 过了以后他就变活的超度了 佛祖心中有 那各位呢 你一吃不是穿肠过变大变 杀死了 超度不了他 那所以祭典会补 若能学我 则下地狱 你不能吃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 既然大家有缘要来拜祭典师父 要学他的 哪一天希望有他的这个功德 酒肉穿肠过 还保持悲心 佛祖心中有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是为了度他 吃他超度了 吃他一只鸽子吃掉 他就变飞走了 或是他直接去极乐世界了 这个功夫好不好 伟大 太伟大 我们要学啊 但是我们没办法 我们吃了 他恨死你 所以没资格吃 所以若能学我则下地狱 用这个意思吧 所以来 一心齐齐 护法善神 降临法会 护慈法会 我为父母祖先 我为六道众生 冤亲在主 所有往生排位众生 所有生病人 业障人 为他们做大功德 这个叫悲心 我们虽然做功德 出钱做什么事 为的是众生 祈求佛菩萨 接受我们的供养 这个供养的功德 是要布施给众生的 这样你就聚足了 无我的空性 又聚足了悲心的功德 这样比较容易成佛 有一次有一位菩萨生病 他跟我讲 师父我生病了怎么办 我说好 我替你去供茶 他就眼睛看我 供茶跟我生病有关系吗 我说你没看佛经 佛经写了 安乐少病 因为喝茶可以解渴 喝茶还可以净化身体 精神好 所以这样来供佛 供养出家人 你身体会好 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 水果可以放前面 替他们放前面 放前面就不一样了 本来拿在各位手上是石头 供到前面来 变黄金了 为什么 佛的力量 念一下 舍一得万 所以这个水果等一下 法会完了 一人再拿一颗 拿一颗黄金回家 好不好 变黄金水果干露 让家里人吃一口 除病苦 所以佛是无上福田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 你在这个世界上 有机会去供养三宝尽量做 你将来不得了了 你下辈子富贵的要命 哪一天你才知道 原来我在佛前供养了一毛钱 怪不得我这辈子有享受一亿美金的功德 你为什么住大别墅 好几个房子都你的 因为你曾经在佛前供养一颗砖头 那个砖头要盖房子 你刚好供养一个砖头 所以佛经里面写了很多很多很多在因地 因为供养一点点 但是供养佛 佛是无上福田 就是说你供养一块钱在佛头 佛头可以让你变成有余异的果报 所以供养佛重不重要啊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供养佛好不好 我以前开公司啊 跟公司员工说 一早来就供佛 这样你就发财 你发财 我们大家都发财 因为发财所以我才可以出家 因为我都教他们供佛 在家要孝顺父母 父母是佛 到了公司有佛像供佛 供一杯水也好啊 佛经说供一杯水 可以等于念了一百万遍发财奏 一杯水供佛 所以大家知道 来 三宝为无上福田 梁武帝 梁武帝为什么做皇帝又这么富贵 又出家四次 他在做贫穷的砍财的财富的时候 外面下雨 结果一尊佛像旧旧的被淋雨了 他赶快把他的斗粒 对不对 破斗粒 去把那个佛像遮一下雨 这样做仪式皇帝还出家四次 这个叫 念一下三宝门中福好修 在三宝的门里面 真的最好修福报 有这个福报 你才可以利益更多众生 所以各位要 家里一定要摆佛像好不好 摆佛堂 一张相片也好 每天供水 供香 供花 供饭 然后全家都要供 全家都要供 那这样功德比较大 在家菩萨 第一个就是要培养对三宝的信心 以及更重要的感恩心 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世间很快乐 为什么我们要拜三宝 因为这个世间很多痛苦 所有的快乐都是暂时的 就像我们现在掉在一个黑暗的大海 然后抱着一块小木板 那块小木板就是你的董事长 会长 家庭 老公 那块木板 抱着 但是呢 在这边浮浮沉沉 如果能够看到光 我就可以知道哪里可以上岸了 所以上岸就是解脱的意思 在苦海漂泊就是轮回的意思 那谁能够让我们上岸呢 就是佛 法 身 三宝 佛代表佛像 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真理 现在看的竟然叫经典 身呢 身就是菩萨 为众生奉献的菩萨 那各位看得到就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甚至出家人发菩提金 也叫菩萨 所以三宝是我们生命的依靠 所以我们要对三宝有信心 感恩三宝的加持 所以不离开三宝的引导 所以你每天要供养三宝 让我们有信心 感恩心 医子心 才不会又轮回了 就像火车要开了 它有它的轨道 只要按照这个轨道 就不会出车祸 就可以到目标 所以各位要以三宝 做我们生命的轨道 为什么不能杀生 为什么要放生 为什么不偷盗 那你要按照三宝 因为佛跟我们讲是保护我们 不杀生才不会堕落三二道 不杀生才能够长寿无病 杀生的人多病短命 仇人冤心在主多 所以佛知道我们要离苦得乐 不要痛苦要快乐 所以告诉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供养三宝 也了解三宝所讲的道理 看佛经 就像各位今天愿意来听佛法 所以各位要有信心 就像像我们赞养法师跟各位讲 哇五个人去魂墓 有一个被附身了 鬼来谢险 两百年即可痛苦啊 终于有人愿意布施给他 大家努力给他念佛持重 他就说他要痛苦 离开痛苦了 他要超度了 相不相信 相信 那我们今天人更多啊 大家来这边做烟供 做药供 放生 为他们做大供养 那这些众生快不快乐 他们几百万年没人管他了 终于有人帮助他们 而且替他们买了门票 什么叫买了门票 要升天要有升天的资格 供一朵花就可以升天了 供一盏灯又可以升更高的天了 所以今天大家慈悲 为他们供这么多灯 供这么多花 供养食物 那不得了了 供养食物的功德 可以升更高的天 而且愿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所以他们今天 我们无条件的 为他们做 无条件的 没有个人自私的 这个叫念一下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为小朋友鼓掌一下 大声又好听 以后学校都念这个好了 都好 无缘大慈 慈就是要给对方快乐 无缘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我都要让你快乐 同体大悲 你有身体 我也有身体 你也会痛苦 我也会痛苦 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苦 所以 只要你有痛苦 我就要帮你离苦 因为 感受到对方的痛苦 这个是悲心 所以我一直劝各位 不要吃肉 是因为你没有感受到他的痛苦 如果你去牛的屠宰场 看看牛被杀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 你回来不是牛肉不好吃 而是吃不下了 他很苦 所以我希望各位真的要去感受到他的痛苦 鱼的痛苦 鸡的痛苦 羊的痛苦 他们都很痛苦 所以我们谁要做一个自私狠心的人呢 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爱心 有善良 有悲心的人 那你现在应该慢慢去了解他的痛苦 这个叫什么 再念一次 同体大悲心 感受到他的痛苦 所以我想做男人要体贴女人的痛苦 女人每个月有夜市 怀孕的时候苦得要命 为了帮你生小孩吃的胖胖的 怕小孩不营养 生了小孩以后 你自由去外面赚赚钱 他要一直养小孩 那各位 结婚以后 更要疼爱太太 有没有道理 哎呀女人 我这样讲你们欢喜吗 问题是 你老公也不来 你老公也不来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让老婆掉一颗眼泪 你就丢掉一颗钻石 连裤子都没得穿 我讲的 女人主财 欺负女人的男人 保证倒霉 有没有 本来就是啊 女人主财啊 所以佛陀说 女人在家里要管财产 叫内财 男人在外面呢 负责去赚钱 对不对 但是欺负女人的男人 那这个人不好 没福报 没福报 因为呢 女人小孩老人 都是我们要感恩疼惜 爱护的对象 那这叫男人 那做个菩萨 什么叫菩萨 所有众生都是他疼惜的对象 大家来做菩萨好不好 好不好 真的哦 不是假的哦 真的 如果你做菩萨 这个世界就亮起来 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月亮 多好啊 多了一个太阳 所以要做众生的太阳 要做别人的月亮 这个叫点灯的意思 你要燃烧自己 点燃了 灯不需要光了 但是灯它就是要照亮别人 让别人看到真相 让别人离开黑暗 所以能够燃烧自己照亮众生 那是生命的意义 所以愿大家发个愿 从今天开始 我在我的家 成为家里面 照顾大家的人 而不要制造任何人的困扰 你住那条街 那条街的大大小小的人 流浪狗 地上的蚂蚁 看不见了 好兄弟 孤魂野鬼 你要去照顾他们 好不好 所以今天 大概也会发给各位一包 甘露香啊 如果有 那各位每天在门口点个香啊 门口为他们点个灯啊 乌七妈黑 希望走过人看到灯 希望孤魂野鬼 看到极乐世界 你点灯的时候 动机很重要 你点在哪里都没关系 让黑暗的地方 因为鬼道最喜欢黑暗 他们有时候怕光 但是灯的光 是让他们感觉到清凉 没有痛苦 看到极乐世界的住院 所以同样的日光灯 他们照的不舒服 但是点灯的光 可以让他们清凉自在 所以各位想到这个 那你要多为他们点灯 多为他们做烟共啊 多为他们布施米啊 或是地上有很多蚂蚁 那每天你布施一些饼干 布施一些米 那些鸟来吃 那些蚂蚁来吃 而且布施的时候 念一下 浩阿红 男女孤魂 一切友情 同享甘露 恶鬼升天 浩阿红 来 各位 袋子里面有没有米啊 抓一把放手上 大布施好不好 大布施 我要各位每天学啊 水也可以 米也可以 等一下还有食物吗 再拿一点去 做焉供 傍晚啊 下午有下午的功德 晚上有晚上的慈悲 晚上的孤魂野鬼啊 更可怜更多 来 各位把米放在手上 然后这个米啊 先替六道众生 来 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 回向六道友情 恶鬼众生 同享甘露 然后呢 往地上洒出去 快不快乐 慈悲最快乐 那如果有水的人 在洒滴滴水 让他们喉咙打开 大喝甘露 有没有水 来 先把水替他们供佛 来 水有八德 供养十方佛 六道众生 消除恶业 各得清凉 然后撒几滴出去 来 王阿宏 太舒服了 为什么 不是你喷水 而是你把水让别人清凉 你就清凉了 你身上有病 你医不好 佛陀说 不思甘露水 身无疾患 所以 你怕你的前辈 被抢被偷 不思甘露水 没有众生可以欺负你 等一下 这些水 发挥圆满 一人带一瓶回家 好不好啊 不要一次就用完了 这是一年份的 意思是说 这个是 这个是精华 然后回去以后 你每次 拿一瓶水 你就倒几滴 下去 这样就好了 对吗 那那一瓶 又继续给它放在 你家的佛桌上面 然后又继续拜 然后又出去 又给它弄几滴 哇 那都是精华 到处去布施啊 撒甘露水 所以各位看到 二十九页 你念甘露水真言 或是你至少念 翁阿红 我念一次来 那么 Solo杯 但他会对 但是他 翁 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撒不喝 那你知道这个意思了 那你如果忘了就念 翁阿红 还是你念短一点 翁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撒不喝 蛮好背的 翁Solo Solo 本来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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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不喝 你一次 翁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撒不喝 很溜嘴 翁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撒不喝 这样 然后呢 去布施 而且各位听我讲过 太阳越大 那些众生呢 一晒皮像扒掉一样 冒火 流血 痛得一样 像流酸 撒在他身体一样 太阳一晒到他们的皮肤 那如果有人洒干露水 他马上清凉 而且升天 快乐 那你可以得到16种功德 那你这个功德不要问你自己 我们每天都 助人长寿 对方问你 你凭什么助我长寿 我今天放头上一万多只 功德会 那可以 你要有本事助人长寿 那我替你布施甘露水 所以我可以助你长寿 我替你布施甘露水 可以让你长得更漂亮 因为布施甘露水 有这个功德 那我们这个功德呢 就是要布施给对方的 任何一个生命 所以这16项功德 我们念一下 如果你经常布施甘露水 你具足这16个功德 具足了 就像你有100万美金 你还可以拿很多钱帮助别人 因为你越帮助别人越赚钱 这里面叫什么 来 自利利他 自己也得到功德 又可以把功德帮助对方 多好啊 就像你胃痛痛得要死 终于人家给你一种药 吃了不再痛了 那你也会很高兴地把这个药给别人吃 自利利他 那只要你念甘露水精炎 然后撒水 然后你就有这16种功德 来 念一下功德 1. 寿命长元 2. 颜色苏眉 3. 气力充盛 4. 心肠欢乐 5. 变才无智 6. 恒无吉祥 7. 口中相结 8. 人皆静阳 9. 天神侍卫 10. 皮色遮鬼 现行共疾 11. 身无疾患 12. 威德如亡 13. 恶人恶鬼 见皆生喜 14. 得千伦王福 15. 梦见诸菩萨罗汉 16. 说身之处 世界震动 所以刚刚我要讲第11条 身无疾患 你不吃甘露水 不但不容易生病 可以让别人不生病 第一条 寿命长眼 你可以长寿 也可以让别人长寿 第二 颜色苏眉 你可以长得皮肤很漂亮 气色好 你也可以让别人颜色苏眉 第三 气力充盛 每天都气力充盛 快乐 所以 第七 心肠欢乐 心情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让他们快乐 你当然心情好了 你可以把这个心情好 影响别人 希望大家 像我们战元法师讲的 一个不快乐的医生 你不要让他看 会医死人 你要让自己快乐 你才可以给别人快乐 所以各位 今天快乐吗 快乐 什么叫快乐 把痛苦忘掉就快乐 原谅他就快乐 你不要耿耿意怀 你跟我去记得 我怕你发挥参加我 我明天就找你圣子 那你就白来了 那你现在 就把那个痛苦增加了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记仇 一切放下 这是我的习惯 天塌下来 我尽力了 一笑吱吱 我什么事情都尽力 但是我 圆满的接受结果 这个世间 没有什么不能接受 你一下 来圆满接受 就是真理 这就是佛教 我们体悟增长 体悟无常 找到增长 就是什么叫空性 就是接受变化 毫无条件的 接受变化 叫无身法忍 这个叫空性 佛教的快乐不是 我要求他要这样 我要求他一不能二 那你永远痛苦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永远的一 没有永远开的花 没有永远的亮 对不对 那个灯会不会熄掉 这个法会会不会结束 讲话这个人会不会死掉 百分之一百 一点都不讲 但是你要求一下 你不要离开我 那你就自己倒麻烦了 那佛教里面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我可以接受你离开 我可以接受变化 而且圆满的接受 一切都接受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诸行无常 一切都会变化 再来 诸法无我 一切都不永恒存在 不能控制的 那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那你心里就 第三个 念一下 涅槃即净 快乐了 你把我手切掉 那我还有脚 你把我脚切掉 我还有嘴巴可以念佛 你把我头砍掉 死了 那我还有心念佛呢 我的心砍不死了 就像你的佛性杀不掉的 所以各位你要 经常这样想 你就不会痛苦 不然你会觉得 我要求你怎么样 你弄得神经兮兮的 所以最近有一个男生说 师父我很痛苦啊 我以前没交你朋友 蛮快乐的 我现在交得很痛苦啊 为什么 他要求我24小时 手机都要带着啊 他三清半夜 打电话来啊 我不能关机啊 那你师父怎么办 你叫我怎么办 我说你放得下吗 当然可以啊 那你就赶他 把这个女生放下了 你把手机给关掉 你管他了 那你就解脱了 你不能问我怎么办 是你要不要放下 手机要不要关 是你的事啊 你很怕他 对不对 怕他生气 那你放不下他 那你永远痛苦吧 你最好带三支手机 万一没接到 他骂你到天亮 为什么 放不下 很痛苦 所以各位 这一点 佛教放下 不是放弃 记住这句话 不是说 叫你不要爱你先生 不要爱你太太 你要好好的爱护他 照顾他 对他好 但是不要执着 这样你就快乐了 我经常比喻啊 一张钞票 你现在拿在手上 请问那张钞票 多少人用过了 每次你都拿新钞吗 今天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他上辈子不知道 跟谁在一起 下一秒钟 他又跟谁在一起 你也一样 他也一样 但是 因为变化无常 所以呢 念下来 爱惜当下 对 你现在跟他在一起 那你就好好的照顾他 也接受他 这样就好了 不要要求太多 那你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快乐 不然 搞不好哪一天 你自己先跳楼自杀 因为什么 你受不了 你受不了 因为这个世间 我们福建话怎么讲 来 庆差鬼就好了 这个世间 马马虎虎 OK了 真正认真是念佛诵经 那个认真 其他 佛教怎么说 来 一切随缘 不是随便 不是随便 这个缘 就代表你相信因果 今天我得到好的 是我种来的善因 今天我得到不好的 是我过去照的恶因 所以我要念一下 随顺因缘 欢喜接受 甘愿受 欢喜做 你要欢喜去做吧 不要抱抱 因为这个是自己的因缘 一切都是自己做来的 我们的思想 引导的行为 造成我们的命运 所以每个人的命运外表不一样 就像他上天堂 他下地狱 不能怪佛祖 不能怪天神 就像关在监狱的人 你关十年 他关五年 他提早出去 那是因为个人造的业 行为不一样 行为重的 判得重 行为轻的 判得轻 所以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 都是念一下 自作 自送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各位今天愿意来 就代表有善根 你不是来这边杀生 卡拉OK的 你是来供佛 放声 点灯 看到了点灯 失时 所以你很欢喜来 而且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道场 第一次来这个祭天庙的 跟我一样的 举手 你看这么多人 放下 哇 百分之九十 跟我赶快 你们在混哦 你们住这边而已 这边有佛祖 那各位要来拜 这边有祭公师父 要来请示 可以了 所以 那各位你要 但至少 你来了 太好了 认识一个新的道场 那当然 希望自己能够在这边 做一点奉献 也能够在这边 学习到佛法 但是学习到佛法 各位不能光看像 旁边有来念一下 十八阿罗汉 代表什么意思 你要研究 你不能每天来这边扫地 然后在这边讲是非 要喝茶 然后不了解十八阿罗汉 想什么 不了解道祭和尚 祭公想什么 里面还有太上老君 老子想什么 这边还有很大尊的 要师佛 要师佛 要师佛经 说什么 要师佛做什么 要师佛有什么功德 那你要去研究 那你研究完以后 你要很慈悲 告诉不知道的人 因为他也想要 正阿罗汉 没有痛苦 他也想要成佛 利益众生 他也想要 离苦得乐 那我们要 相信因果 怎么相信因果 来念一下 持戒不失 你受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就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出身 还可以升天 升天太快乐了 各位如果你要追求快乐 一定要升天去看看 最低的天 四天亡天 九百万年 不会生病 要衣服 要吃 要穿 一切满足 叫欲界天 第二层天 三千六百万年 那更快乐 第三层天 你的身体 比太阳月亮还亮 那边不用发电 因为你的身体亮 燕磨天 第四层天 不得了了 都率天 那边呢 在里面叫内院 还有弥勒菩萨 哇 四十九层螺黄金做的 天天听闻佛法 发菩提心 所以 寿命呢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的快乐 不是娶一个老婆 你要娶一个 有一亿个 没有一个吵架吃醋 你要嫁一万个老公 有一万个帅哥 都不会吵架 不用医院 为什么 没有人生病 请问天上 有没有厕所 有没有想过 天上有没有厕所 没便所 不用便所 吃怎么好 不用上厕所 不用冷气机 那随时都在 最好的温度 所以 哇 天上快乐 那你要问我 怎么升天呢 就像今天做的 你也叫 吃素 不杀生 放生 点灯 供牙 保证升天 因为连恶鬼道 你都让他升天 你怎么不升天 只是天上很快乐 但是是暂时的 我们佛教教 不究竟 并不是没有天上的快乐 暂时的 天总共二十八成天 那你算算看 最低的就九百万年 而且天上一天 不像我们人间很快就晚上了 天上一天 人间五十年 第二成天 人间一百年 第三成天 人间两百年 再来四百年 八百年 天上的一天 这么长 代表他们一直在快乐的状态 不容易变化 我们很容易白天晚上就变化 然后 老了 小孩子刚出生 现在长大了 那我们就老了 但是天上的人 熟命之常 那如果你升到第七成天 叫色界天 什么叫色 就像你去阿尔卑 阿尔卑斯山 就像你去 尼加拉瓜大瀑布 就像你去南极 北极 好美啊 叫色 色界天 没有欲望 你升到第七成天 不用吃东西 不用谈恋爱 没有男女的性欲 多快乐 没有欲望 每天呢 就享受最好听的音乐 没有欲望的音乐 最好的景色 这叫色界天 所以各位看西洋片 天使 身体白色的 清净 有个翅膀 天使 很快乐 那那个叫色界天 色界天 更高 十八成 十八成 寿命呢 没有办法算 然后 在上面有四成天 念一下 无色界天 连身体都没有了 连影像都没有了 这代表什么 心灵永恒 心灵的一种快乐 最快乐可以保持多久呢 像各位 你去享受一个 男女的性欲 一场啊 一分钟 然后 没有了 但是天上那种快乐 八万大节 在那种 心灵的快乐 但是话又讲回来 八万大节的快乐 享受完了 就没有了 直接就堕落 第一轨道出身道 这个叫轮回 所以 升天是快乐 但不究竟 就像现在跟你说了 医生跟你说了 我保证跟你说 你现在从一岁活到八十岁 都很健康 你就很快乐 但是八十一岁你就得癌症 死到八十五岁慢慢死 你就怀悦了 就像你等一下去问技工 你现在很快乐 你七十岁会中风 哇 哇 这个叫不究竟 你现在很漂亮 将来会老了 你现在很健康 将来会死的 你们现在感情很好 将来会分开的 这个世间 没有一样永恒的 都会破碎的 所以 各位你要去思维 释迦牟尼佛 之所以出家 或是道际和尚 之所以出家 他就是听到这个道理 哎呀 世间虽然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 不永恒 最后痛苦 爱得越深 像我们台湾 有一对老夫妻 两个一起自杀 手牵手 一起自杀 各位你要了解 自杀是要下地狱的 自杀要下地狱的 而且自杀的痛苦 必须重复几千百次 然后再下地狱 但是 他们两个感情很好 他们没有想到 自杀以后 各自下地狱 各自受苦 所以这个世间 没有究竟的快乐 如果你没有听闻佛法 那你以为自杀就解脱了 现在很多人在要求 安乐死 骗人了 没有安乐死 那是极苦死 你打针死了 那个过程的痛苦 会让你痛几百万亿变 一直重复这个痛苦 就像很多人说 我吸叹而死 吸叹而死比较好死 但是 你现在去那个冒烟 烟供你去吸吸看 你吸五分钟就好了 哪一种痛苦 会让你百千万次的 一直轮着那这种痛苦 然后呢 再来就下地狱 为什么 因为你对不起世界 这个身体是爸爸妈妈 是师长 是很多医生 整个世界的因缘和合 有空气 有阳光 你才有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属于世界 属于众生的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 主宰你自己的生死 我想死就死 我想活就活 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把你自己自杀了 那你等于破坏世界 等于让众生哭 因为所有众生对你好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 自杀死掉呢 当然很多人说 问题是我很痛苦啊 我现在得癌症 不自杀更痛苦啊 你现在得癌症 还有止痛药 至少让你止痛 三四个月自然死 但是如果你自杀而死 你要几亿节 不间断同样的痛苦 在地狱道 恶鬼道 从不停止的癌症的痛苦 这是真相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感恩三报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道理 没有人会选择自杀 如果你没听到这个道理 那你会去科技先进的国家 那边自杀 多快乐啊 多简单啊 所以我们要报恩啊 因为有了佛法 所以我知道不杀生 我以前很喜欢钓鱼 那现在呢 我每天都在救命啊 放生啊 看到鱼活 自己往生都没关系啊 以前我们喜欢去打麻将 现在呢 喜欢布施啊 没钱也要打肿脸 布施啊 只要能够布施帮助众生 好快乐啊 过去我们会行男女的淫欲 邪淫 乃至夫妻之间叫正淫 但是老在家人要做到 听一下 不邪淫 虽然有夫妻关系 但不邪 那我们现在呢 以不淫欲为快乐 多自由啊 请问各位 爱喝酒的人快乐 还是不喜欢喝酒的人快乐 不需要的快乐 谈恋爱的快乐 还是不需要感情的快乐 我们这前面的师傅 你觉得他们快乐吗 比你快乐 没有负担 没有感情压力 不需要去追求这个 所以吸毒的人很痛苦啊 不需要吸毒的人 多自由自在 那你现在听了佛法 你会去思维很重要 对嘞 哇 好在我离婚了 好快乐 这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爱情 一直想要去追求一份爱情 你就会很痛苦 但是哪一天你知道 有了爱情更痛苦 不需要爱情 那自由自在 这叫解脱 所以 十八阿罗汉 就是因为没有贪欲 所以正阿罗汉 观音菩萨 没有自私的爱情 那就没有恨 多自由自在 还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愿大家都了解 这样子的道理 如果你了解这样的道理 那你就会开智慧 你要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快乐 是自己种来的 所以在那一次 善有善报 所以各位要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你会长寿健康 精神好 因为爸爸妈妈给你身体 土地公讲一句话 不孝顺的人 我这个土地不承载他 不孝顺的人 没有资格踏在我土地 那各位一定要孝顺 这个叫感恩 爸爸妈妈为我们 生下来付出多少 你要感恩 那什么叫菩萨 以孝顺自己 爸爸妈妈的方法 去孝顺所有爸爸妈妈 因为所有生命 都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那更伟大 孝顺都可以升天了 何况你孝顺众生 孝顺众生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像我要出家 我爸爸妈妈 舍不得我出家 他认为你出家会苦啊 但我跟我爸爸妈妈 跪下来 我说爸爸妈妈 你们生我养我 教我爱 因为我是被爱长大的 我以前不了解 那我现在读了很多书 赚了一些钱 结婚生的小孩 我才知道 哇原来 我们是被爱长大的 没有生小孩 不知道父母的伟大 那这个小孩子 既然生下来了 那他要开始轮回 也很痛苦啊 所以我一定要 他也会学佛 也希望他能够 得到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要把你们 对我的爱 去感恩众生 把所有人都当做爸爸妈妈 去孝顺他们 这样你觉得 我会痛苦吗 我不会痛苦的 所以我把 因为你们教我爱 所以我才懂得 去爱所有的众生 所以小孩子 都变成我的儿子 所有老人 都变成我的爸爸妈妈 所有的动物 都变成父母兄弟 因为爱他们了 所以我解释给他们听了 他们还是 有一些掉眼泪 为什么 怕你受苦 事实上一点都不苦 我特别讲多一点出家 因为我今天一来说 巴都巴夏多少个比丘啊 那我们 陈丽娃就说 师母两个 两个男众 有几个女众 哇 人那么多 魂牧区那么多 没出家人去念 我们今天去屠宅场 沿路来回 就五六个 都是墳墓啊 对不对 华人的 当地人的 各种宗教的 各位你每天经过墳墓 就告诉你 人的死啊 那会产生两种思想 既然的死就 趕快快乐 及时行乐 那有智慧的人会想 我死了以后去哪里 我死了怎么样 才可以快乐 不要痛苦 这个叫有智慧 有善根 各位一定要思维哦 你来世 会比现世快乐吗 谢谢大家